这个腊肠它是属于散装食品嘛 所以它只要标产地跟品名就可以了 仔细看标识 做记录 拍照存证 不管是散装腊肉 还是小朋友最爱的零食点心 通通必须饥茶 食药署和卫生局联合初级 就是要让民众食的安心 年货采买忘记到 像这个过年必备的春糖 去年7月食品包装标示新规定 除了产地来源必须清楚 每100公克成分还有多少营养素 及总成分都要条列分明 目前都会辅导业者 将所有大包装的所有产品的资讯 都必须要在现场去做露出 卖场冷冻年菜五花八门 不少知名厂商通路产品一字排开 如何挑选又配包 食药署被区管理中心主任邱秀仪 喊出三不原则 现场如果买的是包装产品呢 请我们的民众务必要看清楚 产品的所有的外包装 是不是有正确的标示 那我们买的时候要注意颜色 不要买那个太漂亮 或是太鲜艳的 最重要是提醒我们的民众 在年节采买的时候呢 要适量的采购 食品安全不轻忽 采买年节食品多一些注意 也多一些行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